高级和牛放上煎台 肉香四溢 让人看了食指大洞 但这家标榜使用高单价食材的 高雄老牌铁板烧加蒂诺 却被民众检举 前菜鹅肝煎蛋上了这一块 竟是用压肝冒充 没有 因为我有疼疼的 那个有过期吗 没有 没有 检方和卫生局人员大阵仗稽查 冷冻库里头只有压肝 没有鹅肝 这一包包上头有着鸭子图案的 全是进口鸭肝 加蒂诺卖的套餐最便宜一份 都要2600元以上 结果却是挂羊头卖狗肉 它菜单是标示鸭肝 那实际上的进货也是鸭肝 这个标示上没有疑虑 可是因为它的菜单标示 是用粘贴的方式 那我们不确定说 它之前是不是曾经有 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102年开张的加蒂诺 当时菜单写着前菜是鹅肝蒸蛋 但实际上却使用鸭肝 欺骗消费者 而这次卫生局前往鸡肝 菜单已经改成鸭肝 但上头仍有明显粘贴痕迹 建方怀疑有味噪可能 今天如果是鸭肝的话 我们告诉大家 今天这个是鸭肝 虽然业者澄清是因为食材短缺 也有告知消费者 但这根本不是单一个案 去年就有离职员工出面踢爆 除了鹅肝便鸭肝 店内的和牛也不是日本进口 甚至还积欠员工薪水 他也坦承说在102年的11月之后 曾经有标示鹅肝 那确实进货是压肝的这个情势 加地诺餐厅二度被检举 查证属实 光违反食安法部分 最高就可重罚2亿元罚还 并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 目前负责人以交保并限制出境 检方将以诈欺罪嫌 进一步调查侦办 记者庄全城 SG小组高雄报道